政府去年11月 试行开放建屋局共用空间 包括组屋底层 让新人举办婚礼 新加坡马来商会表示 至今已经收到了160份申请 其中140份获得批准 记者李正义报道 体温合格才能入场 自主餐改成便当 红白带划定的婚礼场地 如果空间有限 就必须让访客分批入场 每次换场得进行 30分钟彻底消毒 而婚礼必须在4小时内结束 因所需人手增加 在组屋底层办婚礼的费用 也跟着上涨 如果邀请了100位嘉宾 婚礼场地就得分成两个区 每个区最多50个人 而区与区之间必须要有至少3米的距离 虽然政府宣布了从这个月24号开始放宽条例 允许多达250人出席婚礼 但是一般的组屋底层空间有限 要划分成5个区有点困难 此外出席大型婚宴的宾客 也必须事先接受冠病检测 大部分受访酒店表示 目前还没有新人要求将婚宴席位增加到100个以上 因为大家在等待当局发布 有关活动前检测的指导准则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员 订阅员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